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盘棋是我国围甲联赛的第14轮的对局 黑棋是非常年轻的小将谢科二段 白棋呢是我们现在的当红小生科捷九段 现在这个局面黑棋势力是磅礴的发展 尤其是上一首棋非常有气势的在这尖冲白棋 大有让白棋这个跟着走 然后让黑棋继续顺势唯控 黑棋这个气势如虹 在这样的时刻 很多时候也是我们棋友们会感到比较困惑的这么一种局面 眼看着对方大控就要围起来了 这种时候该做何选择 究竟是打进去呢还是跟他对围 那现在白棋如果说对围的话 并没有很好的可以与之抗衡的势力 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打入 那打入的时候手段很多 究竟要用什么样的这个具体手段来实施呢 也是需要去仔细的去推敲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是对于黑棋的这个无忧脚架拆边的形状呢 我们在实施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柯节的下法 现在其实白棋要做的一个判断就是 在这个局部如果说白棋走棋有好几种选择 如果从这拖一个 还有里边三三再到碰一个再到外面走 如果说要倾销的话就阵头或者往这一带走 都是围绕着这个无忧脚之后 白棋的这些手段和下法 那现在白棋要确定的是 他肯定不会在脚上去走棋 无论是拖扳还是碰一个 因为现在黑棋外面这个整体的空间 弧度是非常广的 你在这边拖脚黑棋应该会很大气的让你活 我肯定是藏在外面 如果扳的话他就把这个顶住 白棋在这个时候活一个小角 这价值就是不到二十木齐 但是外面又给黑棋留了一个先手 他下一步在这边再压一手 白棋对这个整体啊 黑棋这么一个气势磅礴的这么一个大空 在这种关键时刻去活个小角 绝对不是明智之血 那也就是说白棋现在要打入 但是呢他棋要走在外面 也就是说要最大限度的把黑棋的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形式把它给打散 实战呢白棋碰一个 当然也有很多情况下作为请销的下法的话 白棋可以走在上面 这样从这个危险系数来说的话 请销肯定是比打入要更加清零 或者说他的这个可以跑的跑起来要快一点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黑棋他不仅仅是 呃围下边一方空的问题 而且现在这里有一个子 白棋往这个方向去请销的话 觉得有点没意思 被黑棋先围一手 这个边控很大 然后你在这边走棋的时候 打个比方啊 如果你这样把这个退回来 正好就凑了黑棋这个贴下来的这手棋 等于白棋在这里给自己活生生的被分断了 碰一个碰一个的下法呢 非常的直接 就是我要从你这个最根部你的一个根基的地方打进来 然后把你的孔试图以这种最有力的方式给把它破掉 当然了与此同时带来的也是更大的一个危险系数 面对对方的藤螺黑棋的应对非常冷静 也不给你其他的借用 如果说斑的话 没准白棋 还来劲了 他可能要跟着你在这边走棋 如果打吃 白棋再立下 这边无论是你贴还是挡住 下边白棋打了一场以后 这白棋的下法就会随之而来会变得非常的丰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借镜 黑棋单长 这样白棋 再叉 看上去白棋的下法是气定神闲 黑棋斑 黑棋也很冷静 这种时候呢 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沉得住气 只有当你把这个沉得住气之后 才能有更有力的这样一种发力点 双方其实都是在寻找这个发力的地方 黑棋这个斑他绝对不是一个关子 如果现在黑棋往这边须的方向去走的话 白棋他肯定下一手棋 立马就可以在这斑了一虎 这个眼位就做起来了 有了这样的弹性的话 黑棋再想攻白棋就很难 二路一搬 搜根 白棋飞 白棋之所以现在他敢飞一个 面对这种骑行我们都知道低感肯定是要考虑对方会不会跨断 现在虽然黑棋争自有力 可是白棋他就是等着你在这边走 因为如果你现在马上走的话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都有引针的手段 他的这个下法就非常多了 如果仅仅是黑棋在这退还是长 无论你走哪一个 下手被白棋这样走回来 那等于是白棋在这边贴的时候 你黑棋自己往这飞补了一手 被白棋把这边这个头抢到 白棋成功的把黑棋的这个空压缩到了这个四线上 比起刚才有往中间甚至是更广阔领域发展的这么一道黑棋的势力比起来的话 仅仅是围到三四线也不是黑棋所能满意的结果 不过此时的不成立不代表就一直不能这么下 这毕竟是白棋在棋型上是本身存留的缺陷 因此呢黑棋实战呢也是下的很有预谋 贴一手虽然这个谢科非常的年轻 但是从他的这个下法来看的话 在棋上却体现的很老练 先压一手 这个时候白棋是不能自补的 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棋型上的这个缺陷 心理不能承受这个压力赶紧补回来 那被黑棋一搬 等于黑棋在这损失的又原原本本的在下面又找了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说下棋其实它也是比拼心理战 当你沉不住气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你在走向失败的时候了 黑棋袜 白棋沾上 黑棋次序也是非常的紧然 在这先碰一手 然后再断上来 黑棋这个碰呢就是为以后 比方说他从这搬 白棋要吃脚的话 打吃 这样黑棋在这边等于有了两手棋 来当作是一种便宜吧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走这呢 他是担心以后一旦白棋这边走厚了 你再碰进来 白棋他肯定是不给面子 往这一尝 在脚上 白棋要求硬吃 那黑棋袋这边就没有任何借用和便宜了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 他们高手的起 在不同的这个 在相同的局面和不同的情况 会有这个不一样的手段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手段 掌握到什么程度 你只有充分的了解 每一个下法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你才能够更好的在当时的局面下 进行一个正确的选择 然后黑棋一段 断一个让白棋有点难受 应该做何选择 此时要有一定的取舍 这按照我们棋圈的话就是 这个断一个让白棋现在有点麻 这麻的意思其实就是有点纠结 白棋纠结什么 现在这个子当然他很想把这尝出来 当然实战他也是这么下的 可是为了在这边的目数多一点的话 黑棋断完了以后 白棋这三个子他的气就很紧 接着就像实战后来的这个进程 黑棋他就紧紧的贴住你的气 黑棋在这做的一切准备 其实都是为了后续把这个跨断 但是如果白棋忍痛 从下边打 这个不能压 压的话被黑棋一拐 这样二路爬过 白棋又觉得实在是余心不忍 让自己的气下的非常的委屈 走成这样黑棋他肯定不会在这边再走了 他就会采取其他的这个下法 不过如此的话 让白棋压缩到了二线上 黑棋还是非常满意的 当然可能如果说后面实战 白棋假设陷入到了一个微局的话 那么白棋也许只能这么下 之所以能够支撑白棋 非常刚烈的选择藏在上面 大概也是因为科捷后续的这个下法 他已经为自己的这个 透露退路想好了办法和对策 不过作为黑鞋来讲 我觉得黑鞋的这个次序 还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他的这个构思 也是很有想法 往这一贴 问白棋怎么下 如果拖鞋肯定是不行 这简单的一粒 杀气的话白棋气不够 白棋实战呢先飞一下 这个飞一下呢很重要 如果你单吃的话 同样黑棋也是要从这边跨出来 这个时候就没有我们刚才说的 白棋这些影针了 这个黑棋它就是一块 铜枪铁臂在这等着你 当然黑棋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几首棋跟白棋的交换 得失也很难讲 虽然在这得了一道后势 但是他也在一定程度上 把白棋下边撞后了 等于白棋本来还是虚控的 现在就变成了实控 而黑棋的这个外势 能不能够在后续的进攻当中 发挥到有效的作用 这就是黑棋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所以这个得失与得实地 这样的一种虚实的转换之间的 掌控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才白棋这个飞呢 为什么我们说一定很重要 跟黑棋交换一下以后 他就不要在这边走齐了 再把这个补回来 当然黑棋还是要跨段 现在呢直线的这个计算 这个增子不利 在这边呢你要想在这一带去引征 也不成立 但是白棋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一飞是为后续黑棋跨段的时候呢 白棋所埋下的一个伏笔 那究竟此后 当黑棋跨完了之后 白棋要怎么应对 这个子是弃是取 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更好的 这个引征的下法 这就是留给白棋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带着这样的一棍 我们请各位这个观众朋友们 进行一个简单的思考 答案呢将在稍后揭晓 好的各位棋友直盘棋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棋局变幻万千 妙手精彩瞬间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丝妙想 我是王湘如 在上一盘棋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谢柯和柯杰的对局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上一手当黑棋跨段之后 对于白棋的这两个子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柯杰在这个局面下是如何处理的 白棋先搬一下 之前我们也说到白棋的这个飞跟黑棋肩顶是为后续埋下一个伏笔 现在呢白棋需要非常冷静的来进行判断就是这个子能否救出来 从这个直接的实践意义来看的话 白棋必须做出一个取舍 那就是此时的整体价值来看的话 这个子肯定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这个子被吃掉 那么就意味着黑棋这一块棋它的这个空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个子被吃掉的话呢 相对来说它的价值其实仅限于在这边的十几目棋 所以白棋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要把上边给处理好 毕竟在下边刚才已经是先捞了一票 跳一下 然后 跑的快一点大飞 黑棋当然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就跑出去 毕竟这个整体的这个黑棋的口子还在很宽很深的这个外面 它依然可以继续回正 逼迫你在这边去求活 然后白棋先从上边冲一下 挡住 透点 白棋在这边其实 如果说要在中间摆出两个眼的话 想要自己去做出这个眼还是非常困难的 关键就是看在这一带有没有一些借用 不过现在白棋有了这一手棋的话 给这整块棋应该说是构建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堡垒 黑棋这手棋是先手 否则 下边 被黑棋这一挡白棋太难受了 虽然可以做活 但是依然是非常委屈的一种 打结活的状态 白棋在做活之前先扳一下 然后夹过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白棋的心态是非常的好 很冷静 在下边和上边接连 至少是在木树上是先捞了两票 也是给黑棋一个下马威 我这块棋连拖了两手先 看你有没有本事吃掉我 当然这也是激起了黑棋的这个怒火 不过作为这个我们都说一高人胆大 作为科捷来讲的话 他之所以敢脱先也绝对不是没有计算的 他也是算清楚了这个棋 你如果黑棋真的是要来强吃白棋的话 难度系数很高 有些时候其实下棋就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让白棋在这个时候 让他自己去在这中间摆两个眼 反而会觉得没有这么清晰的 能够算到这么一个途径 但是当你脱先让黑棋来吃的时候 其实也会发现黑棋也没有这么简单 这么轻松这么容易 能够把白棋杀掉的这样一个手段 所以其实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高手对局 或者说他们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其手之间的对局 想要吃掉对方的大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经常在与这个爱好者下棋的时候呢 也会劝我们爱好者 千万跟上手下棋的时候不要动杀心 首先你在一个力量的比拼上肯定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你是不占优势的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要去吃上手的这个大龙 这就更不现实了 当然了也不是告诉我们 其有这个下棋你的棋风就要非常的这个老实本分 那当然你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出手 这个这个事情呢可能更多的只能是议会 只能通过具体的这个情况去分析 但是呢从这个科捷的这盘棋来看的话 也是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就是留给你一块棋你想吃也很难 但是当然了你要对自己的这一块棋的这样一个 厚薄它的死活情况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之所以现在白棋这么胆子大 也是因为它在下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借用和头绪 现在黑棋贴一手 白棋就扳上 其实如果说黑棋要对白棋这块棋进行这个 惨无人道的攻击的话 可能这个时候最正确选择是老老实实在这先自补一手 把你自己的味道充分的走干净了不给对方借用 这个时候白棋才会要好好的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这块棋 如果说在这边飞的话 黑棋飞风 把这个外边的口子给白棋堵上 让白棋自己在这边去摆出两个眼 假设这样下的话 可能黑棋对于这个双方来讲 应该都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棋 就是让白棋在这做活 我们以现在的这样一个看法来看的话 也未必觉得白棋就能够很轻松摆出两只眼 当然黑棋如果说就有确切的把握能吃掉你白棋 那我想也不大可能 是这样黑棋贴一下 这手棋有凑白棋的步调之嫌 最重要的是黑棋这个贴完 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边上的问题走好 而是此时又迫不及待的往这一加面眼 从面眼的角度上来说 当然黑棋这步棋是非常有用的 但关键就是还是这个问题 这个棋型包括之前白棋在这埋下的伏笔 此后呢又很好的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现在白棋动手了 从这打吃出来 黑棋拐 白棋跑 下到这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棋 黑棋这个字 首先你不能从这边走 你要被白棋这给加持住了 如果你贴着白棋走的话呢 给自己留下的这个风险系数依然是很高 白棋的这个下法 是否存在从这一带搬一个 如果你猴的话 它在在冲 因为它这一带是有先手 黑棋它会觉得这个棋 非常的难以把握 走完了以后 有可能自己这块棋就被分开了 实战呢它贴过来 如果走这的话 当然就被白棋 这样很简单的加持住了 实战贴过来 白棋呢再长 这一长也让黑棋很难受 假设这个时候再接的话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子加持 只要这个子加持住 基本上白棋这块棋 就可以说是能做火了 有了一个铁眼 黑棋再想在这边继续灭掉第二只眼 是非常困难的 黑棋拼死把这个子救出 这样的话呢 又在围绕着这个局部 又进行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杀 白棋当然先把这个子救回来 黑棋只能吃 白棋一搂打 白棋没有搂打 白棋这个时候如果说搂打的话 就会把味道卖掉 假设下成这样 因为我们其实在下棋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爱好者 通常情况下 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都会很顺手的 就把这些看上去是 绝对先手的棋把它先交换掉 但是其实当你交换掉之后 你就会少了很多的 其他的这种味道和借用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漏打一定不能下 因为本身白棋就可以单搬下来 单搬下来才是 现在的这个正确的选择 关键是呢 这个棋白棋它还可以再从这一搬 让黑棋很难受 黑棋难受的点就在于 它从这边去跟着你走 如果说打湿还是打湿这个 白棋下手棋打湿 提掉和搬湿 就变成了两者臂的棋 但是即使黑棋把子躲到这来 也并没有好到哪去 白棋一个打拔 柯杰相当厉害 就着这么一个寥寥的棋手棋 所以他当时是否白棋这个 飞完了搬一下以后就遇见到后面结果 我想应该也不至于如此 但是这是一种顶尖高手与生俱来的 这种棋感 或者说是由他们这种经验累积 所给自己带来的 对于这种棋行下的一种判断 由此还带来了实战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在黑棋的这个空里面 白棋犹如这个 打拔 然后再打湿 在黑棋空里面 白棋犹如这个浅龙入海一般 让黑棋捉摸不透 又苦于没有更好的对策 接着呢白棋再一提 其实我们从白棋打了长 黑棋贴完之后的这些下法 每一步棋几乎 黑棋都没有更好的这个脾气和选择 所以可以算作是一本刀的下法 然后白棋再一沾 黑棋下面要做活只能夹一手 白棋再从这儿夹过 这一夹呢黑棋是不能立的 假设另一个 这边白棋一度过 你挖一个它从这儿一堵 这这块棋跟这块棋杀气 黑棋失败 走过来 这样呢白棋再从这边 脱先 这个时候之所以这个白棋可以脱先 是因为现在黑棋如果立的话 白棋挤完了长一座眼 他这个三眼两座 就是白棋是活起 因此呢这个棋虽然很大 但是比起中间的这块整体的木树的话 白棋还是先把这处理好为妙 那现在这可以算作是白棋非常成功的 把当初从黑棋跨断之后的两边分而置之 原先我们以为白棋是要弃子 结果呢白棋 逼迫黑棋来攻击之后呢 黑棋走火入魔 白棋又很好的抓住了黑棋的棋性上的这个缺陷 然后在下边 把黑棋整个的这个空啊 实地全部都卷到了自己的手上 不但自己做活了 然后再腾出先手来 再把中间处理好 也是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片段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